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舌相 舌中有裂纹 舌苔厚腻 两边还有齿痕 很多人看到这样的舌相 都会认为是脾胃的问题 然后疯狂去健脾去尸 如果你也这样想 就大错特错了 肝肾才是这个舌相的问题所在 这个患者主速症状 防湿时间短容易感到累 嗓子里面谈比较多 肚子胀 口苦口臭 还是老规矩 我们仔细分析下 患者的舌胎罩 首先舌两边肝胆区 骨胀 说明患者还有肝育的情况 其次舌中有裂纹 边有齿痕 说明患者也有脾胸 湿气重的情况 这也是患者容易感到累 肚子胀的原因 主要有句话 肝育克皮 所以肝育是脾胸的导火索 这类人还会有脾气急躁 一生气 两边胀痛的情况 第三 舌胎黄腻 舌根处也有裂纹 并且舌胎大部分聚集在这里 说明患者肾经亏气的同时 还有湿热的问题 湿热熏灼 中筋就容易出现时间短 阴囊潮湿等症状 所以综合来看 患者主要病院还在肝 因为肝育克皮 肝育克皮导致的湿气重 并且湿热往下交走 出现了上述问题 所以正确的调理方法应该是先梳干健皮 清热卸火化痰